朋友之间往往有着利益的牵扯,但是还是有很多人,他们之间的友情是很纯真的,并且是没有什么利益的。 并且很多还是一性之间的友情,娱乐圈就有很多,像周世晨婚、李冰冰任全这样的,还是有很多对的,我们也常常有一个疑惑,就是一性之间到底有没有纯洁的友情。 甚至还有几对承诺不娶对方的,如果到了某个年纪对方没有结婚的话,就和他搭在一起第一对,颜亚伦和吴应杰。 他们两个是很多90后的青春回忆了,颜亚伦和吴应杰合作PVMIT时,组成的鬼轮CAP,也曾经是很多人的喜欢的荧幕情侣章之一。 当时颜亚伦受到了很多粉丝的追捧的,曾经颜亚伦也曾在上节目的时候宣称,二人都过了30岁。